曾经核实,中国足球最大的希望就是张修为。 这名被视为中国摩迪的中场猩猩,在年轻的时候就由杨巴染豪门里昂,并在此后加盟天津全界,成为全界的主力中场,逐渐被球迷所属制,成为卡纳瓦罗手下一名灵气十足的中场指挥官。 如今,中国足球在迎来第二个张修为,18岁新星将复制张修为的模式,张修为作为一名四川球员,1996年出生的张修为,曾到法国里尔志乐部进行视讯,但是没有被选中。 随后另一支法甲球队,李昂,却向他跑来赶篮芝,通过球他的考察和录像观察,将他迁到李昂青年队,对他进行重点培养。 张修为也成为成都第一位加盟欧洲顶级豪门球队的新星,可以说,张修为的刘洋帮助他开启了新的衣扇门,张修为在2016赛季加盟了天津全界,而在去年的中朝联赛中, 张修为代表天津全界出战了17场中朝联赛,场均上场时间达到了55分钟,并且贡献了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。 他的比赛中体现出的灵性和传球视野都中国球迷惊叹不已,而这与他流量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如今,22岁的张修为,依然是天津全界的关键人物。 目前,成都族协宣布又一名年轻新星,加盟了张修为曾经待过的聚乐部里昂队,这就是2000年出生的年轻中场新星云俊伟,这名曾在国上国庆都有过出场的流量兵卫,这是加盟了里昂U19梯队,而特别值得。 关注的是,里昂U19梯队,一共只有5个非欧盟名额,而宇俊伟就将占据其中之一。 这也足以见证这名小将的实力,在去年的全认会上,于俊伟曾个人攻入5个锦球,作为中场边陆球员,这样的攻击效率堪称上成,他也被称为成都C罗。 相信在法国里昂队经过比赛和锻炼,于俊伟将在未来,成为又一名中国足球的希望之星,从法国豪门青年队走向更高的舞台,18岁的于俊伟将复刻张修为的模式,也希望他能比张修为走得更高更远,老球中超球平。